昨天资金追捧内房股 市场解读 因为见到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说 内地房地产市场出现个别问题 不过风险是总体可控的 因为合理的资金需求正在得到满足 重新说内地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整体态势不会改变 究竟这番言论是否真的可以消除 或者大家对内房的板块的忧虑 你又怎样看内房股之前也跌得这么残 现在是否真的有投资价值出来呢 说到大的方向我还是有些暴留的 我觉得真的要等到再明确一点 或者再走多一两步 譬如恒大那些的处置方向是怎样 很清晰地有些什么的做法 才会再可能觉得这个板块 是比较长远一点的投资价值 但是当然了 我认为你短期 你说是借着留学一些言量的说话 的确的气氛上是有些改变的 始终我说过去的一个多两个月 你整个内房板块普遍都跌得很残 大部分的 当然恒大人不用说 恒大人就已经跌了 全部都沉得这么浇关 估值都这么低 所以你稍为一两个 可能偏好一些的消息 或者一些可能因素出来的话 其实有些刺激 有些的反弹 其实是不奇怪的 但是甚至乎 说一句 留学说的话 也是一个事实 我也很相信 虽然内房有一个质务危机 但是我觉得内地 就算没有留学说这番说话之前也好 内地也不会完全由他们自己去搞定 因为如果你说 由他们全部自己去处置 自己去处理的 如果真的去到爆煲 其实说过很多次了 不是只是内房 就是你银行 金融机构 或者整个金融体系 其实都是会有一个危机在 这就会慢慢形成更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而且以内房本身整体这个行业 占内地的GDP 都整个三成附近 所以一定不会说 给这些行业或者这个问题 是自己由他们去搞 或者不理他 所以你说会处理一定会的 但是是不是全部都够呢 我觉得这个就未必是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样的角度去说 留学这些说话 又不是什么很新的 很特别的刺激 其实是很正常的做法 就是有真的行业发展需要的 有实际需要的资金 他们是会给的 就是会鼓励人让他们借 这个是很合理的做法 因为不是想整个行业不行 没理由想搞死整个内房行业 所以我觉得 昨天来说 可以说借势一些反弹 始终弱了这么久 但是始终中长线 都真的要看着整件事 竟敢处置先 所以如果现在大家要部署内房 我想一来 都是比较偏向 叫做快想快乐的选择 或者偏向风险高一点的选择 所以可能倾向 注目上一来少一点 二来就比较短打一点 我想就可以留意 甚至乎如果真的要选择 我想都选择一些安全一点的 可能一来负债水平 没有那么高的内房 譬如刚才见到的六百八这些 起码相对你 都不会太担心 它有什么债务的问题 或者有些火烧连环船的问题 如果相对这些来说 会比较安全一点 你会认识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